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风采艺术团成立于2010年9月份 当时在密室的时候 我们有一帮子热爱舞蹈和声乐的朋友 这些人在这之前的多年 参加大多地区各个社团和平台的演出 演艺经验十分丰富 但是大家深深感觉到 我们需要有一个跨社区的 有一个正规的华人表演艺术团体 刚开始是泰德跟周姐 两个人召集我们十来个人在他家开会 起名字 各自分工有舞蹈组 走秀组 声乐组等等 完了每人又出了一百块钱 用这一点钱 我们买了第一套服装 撰写团章 设计logo 选举礼事 申请资金 这一系列事情 我们就这样风采艺术团就诞生了 我们当初排练还有开会 基本上都是在家里 声乐组的一般都在泰德家 排小型舞蹈的一般都在我家 跳了第一个舞蹈 弹鼓拉风 风采整个团体 大家都很酷爱艺术 酷爱舞台艺术 但是风采有它的特殊的情况 就是说它每一个人都是有自己的工作 是个业余的一个爱好艺术的这么一个团体 所以实际上大家都很辛苦在排练每一个节目 那个你要够爱这个舞蹈或者唱歌 你才能坚持下来 因为搞群体的那个活动吧 每个人的性格不同 背景又不同 所以有很多磨合和那个互相体谅 互相理解的那个过程 我们有几个人坚持到现在 实在是就一个是对舞蹈的热爱 找到了乐趣 足以能抵到那个 在活动中所带来的烦恼 甚至是委屈 很多人是那个 童年的时候有一个梦想 喜欢去上舞台表演 但是以前我相信就没有这个机会 其实我在中学的时候 我有一次机会 考入这个艺术团 去学那个二胡 就面临选择 那我当时觉得考大学才是正路 就依然把它放掉了 接下来我们就一路上大学工作 我们离我们最初当时的愿望 走得越来越远 那到了这里 我似乎感觉到 从实心底里一种 能够满足自己愿望的 那样一个梦 去学习跳舞 去学习唱歌 去学习我 一直羡慕已久 人家能够在台上表演一种乐器 能够参加乐队 这真是一种 就是说 重新在我 人生那个 可以说中年的时候 重新又找到一个起点 来开始一个 好像新的人生 而且我有一种感觉 好像从现在开始 一直到将来 我们都不会去放弃这样一个追求 这样一个想法 刚刚诞生的时候 我们大概只有20多人 主要都是密室的 但是由于我们包容 和我们的节目 就是我们精彩的节目 吸引了很多很多人加入我们 所以不到一年的时间里 我们就有了50多个团圆 其后每年都是帝尊 人员的人数 到了2013年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达到100多人 到了今年 我们现在的团圆是220多人 同时呢 我们在社区的活动 我们影响力也日益增加 从原来每年就30来次的演出 到了后来到了每年 都每年的演出次数 达到60-70次 我们除了参加一些主要的社区演出 一些多元文化演出以外 和我们自己团里面主办的 月朗风情的大型演出以外 我们团还积极参加主流社区的 一些大型活动 比如密室市长 Hazel McKellen他的推薪庆典 还有密室的艺术委员会 30年期 Bollywood 这样的festival 还有Karasaga Festival Karabran Festival 华人社区的一些大型的活动 比如像在山金社的 福旦大型新年 还有那些大型的春晚 像国家电视台在苏黎森土 大型的演出 明年的兜头春 还有和尽宋等等大型演出 获得了社会各界的 国民传的好资 所以我挺喜欢风采的这个群体 大家都很努力 因为这个能让我们的人生 变得更有意义 更生动 更丰富 甚至说更精彩的人生 让我们共同在这个团体当中 成长进步 把风采艺术团 坚持成我们一个共同的精神家园 希望在五十年的时候 我们的风采能够越办越好 真正能够保持我们的穿着 我们的肺肺 让我们真正能做到 风采艺术 精彩人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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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精彩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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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едь 精彩人生 אל 精彩人生